這個檔案呢只會用來說明平面的點法式 那在這裡面呢一樣我們如果說要去控制整個視窗的視角的時候 我要按住滑鼠的右鍵然後拖曳 那麼這整個視窗的整個我們觀看的角度就會跟著改變 好那再來就是說呢如果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經過這個點跟垂直這個髮向量這個平面呢把它顯示出來 那在這邊有一個顯示平面這裡我們可以把它打勾 OK那這個平面就會顯示出來了 那如果你覺得它這個站住整個空間啊站住太多了 那你可以把它關閉掉 OK 再來呢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結局的三角形 如果說你要把它顯示出來你這裡就打勾 如果不要顯示那麼這個地方就把它點掉 好那我們那個結局三角形呢就會消失 OK我們現在先把它打勾好了 另外我們可以控制了幾個地方當然 比方說像這個 這個髮向量 髮向量呢我們是利用這個地方來做控制 OK髮向量我們可以去拖曳它 OK拖曳的時候那當然整個平面的相對的面向 就會跟著改變 OK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滑速左鍵點一下 然後呢 把它上下移動 OK上下移動 那當然整個平面也會跟著面向會跟著改變 好那我們還可以改變的地方呢大概就是說 我們說在這個地方直接做改變 這個地方呢可以直接改變它的髮向量 比方說我現在呢把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位置呢我現在把它給打開來 然後呢它的這個座標 直接改成111好然後關閉 好這時候呢這個髮向量就直接更改了 那麼經過了這個點呢我們可以做一些改變 比方說在這邊 好我們把這個地方這個點座標我們把它打開 好比方說我們現在經過 所以我們1 1 1 0 好了OK好 那這時候這個平面上的點就會跑到110這個位置上面來 那這就是我們這幾個可以改變的地方 還有就是說我們也可以為了去說明這個 平面的這個性質我們可以打開平面上的一個向量 我們自己把它打勾 OK所以這時候呢它會產生一個躺在平面上的向量 好那這時候呢這裡還有一個點是永遠會在平面上面 它不會脫離平面 好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觀念來說明內積垂直的概念 好那麼這幾個就是這個檔案可以做控制的地方